现在正值八哥鸟的繁殖季节 在桃园卢主有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八哥聚集在屋顶或是阳台 但是随处可见这密密麻麻的黑点 他们的排泄物跟教学导致当地居民相当困扰 铁皮屋顶上密密麻麻的黑点看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 还有还有附近公寓住家的顶楼屋顶全是黑压压连成一线 镜头拉近看 就是这通体黑色的八哥鸟在阳台围墙上跳来跳去 还不断发出啾啾鸟叫声让住户是不堪其扰 正值八哥繁殖旗桃园卢主地区的部分社区出现八哥鸟聚集 时常可以见到好几百只聚集在一起 响亮的叫声还有排泄物不只造成民众困扰也影响环境卫生 另外还有部分私有地也出现杂草虫生蚊虫滋生 甚至有毒蛇出没社区人心惶惶找上里长也没获得妥善处置 现在就是我们先针对环境脏乱打扰虫生做处理 环保局的部分会要求地主做改善 居民担心的不光是环境脏乱更重要的是人体健康也大受影响 农业局也会针对八哥等动物繁殖问题协助处理 就是要还给民众一个安心健康的居住生活空间 接着王小华桃园报道